英國高點行政法院最新判決 7月7號出爐了 終於獲得平反 高點行政法院認為 這是An Error of Law 這是錯誤的法律 這是非常嚴重 那一篇在民國 2019年民國108年10月8號 國慶假期前面偷渡的那一篇 沒有庶民的蔡英文是博士的聲明 只要知道這個案子的背後是誰做的 這就是施方龍 施糊弄做的真的是呱呱做的 沒有騙你 我們早就已經查出來了 只是我們要等著行政法院來認證 這個東西只要查出來 整個就有人要吃牢飯了 因為有人不但偽造文書 而且還偷渡 並且還做偽證 而且在民事部分 你們準備好好的去賣房子 你們給陪我了 好接下來 林環章教授說 這正是本人所期待的發展 因為這一路下去 就會像骨牌效應一樣 兵敗如山倒 這一群世紀詐騙集團 跟他的樓羅們 包括地方法院地檢署的這些惡官們 你們準備移民了 你們不要來美國 在美國我會等你 也不要去英國 英國有很多宇宙政經學的朋友也在等你 也不用去日本 日本我更多的朋友在等你 去澳洲 有我們的鐵粉在那裡等你 全世界都有宇宙政經學的同學 為了公平正義 咽不下這口氣 等著等你們這些作惡多端的惡官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